好 外头下着大雨 很多人还是要看王麒麟 奥运宇球金牌选手王麒麟 回台过后人气飙升 今天下午呢 在台北信义区的百货 举办他个人首场活动 现场是下着大雨 但是不减粉丝的热情 现场最新连线记者范宇翔 好 视频观众 带您关心中华队 巴黎奥运宇球金牌选手的最新现场 我们目前所在的地点 就在台北信义百货 在这天 今天也就是王麒麟 他首度举办了个人的公开活动 现场方面当中您可以看到 即使是帽着大雨 粉丝都还是撑得闪 帽着雨要来一睹 来见王麒麟一眼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他在今年2024的巴黎奥运 或者是2020的东京奥运当中 表现都是相当的出色 多下两面金牌赢回给台湾 粉丝都相当的期待 认为他的表现真的是太棒了 那么稍早的话 粉丝都可以看到 他们即使是这个大雨当中 还是不断的精神的拍照 以及欢呼 稍早在访问当中 他也提到了 这一路走来 都感谢有爸妈的支持 我们来听一下最新的访问 因为爸爸上次冬奥的时候 就已经有这样做 所以这一次他也这样做 所以一直都很感动 就是很谢谢爸爸 就是在 他都是 他都会在背后默默去做支持 然后给我一些精神上的去鼓励 好 我看到王麒麟表示 这几年来走下来 他的雨球之路 都是有这个粉丝 都是有家人的支持之下 才让他走到现在 如果大家更好奇的可能就是 跟他的女友陈思源的关系 听不到昨天复兴节的时候 王麒麟呢 带着他的女友陈思源 打完球之后 就带回他的家 一起过复兴节 然后他的女友陈思源 手上他的无名指还被发现 带了这个戒指 甚至还把它PO上 摄取媒体 让外界就是更加怀疑说 两个人难道真的是要 论及婚嫁了吗 现在粉丝都期待 两个人可以赶快的正式官宣 以上是我们在台北的最新观察 时间将会给棚内 给棚内 给棚内